面对镜头大声控诉只是想要真相 因为解法妻子不幸离世 老夫老妻肩并肩的温馨场景再也回不去 黄爸爸从伤心转为愤怒 执疑太太的死和AZ疫苗脱不了关系 而24号下午检方相宴 黄爸爸说太太才刚过60岁生日 过去曾有手部接管堵塞 换成人工血管 但都没有太严重问题 16号接种AZ疫苗 没想到两天后洗肾时突然出现脑血栓 紧急手术后还是脑死昏迷 家属忍痛签下放弃急救书 6月22号凌晨黄妈妈过世 家属接受截破相宴 希望能厘清死因和疫苗有无直接关联 面对黄妈妈骚然离世 让丈夫和儿子无法接受 从伤心欲绝到悲愤交加 现在已经相宴 只希望一个月后能厘清和疫苗的关联性 以及死亡真相 现在是无疑者岁利台中报道